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解读易经》 今集余宗志老师会和我们说的是砍挂 老师为何砍挂在罪挂转中排第29 就是这个大过挂之后 是 没错 大过砍来 大过的顾名师就是过分 我们看大过挂 记得吗 二、三、四、五 这四顾都是弱的 而且中间是护了两个拳挂 二、三、四、三、四、五 护了两个拳挂 已经很干、很过 本末又弱 本末又弱 我们说原来 如果你处事过刚或过分 会将自己容易陷入一些危险 或者灾难的境地 砍挂是代表危险 危难的东西 其实我们说 原来要将三、四这两个大过挂 三、四这两个阳挂 最高正所谓是93、94 将它变成一个阴阳 支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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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变成这两个洞 记不记得吗 大过挂两个洞 一个洞挠 一个洞 一个洞笼 把这两个洞 变成阴阳 调节了它 变成两个下陷上陷的 这个阴阳 这个重挂 变成了以柔制缸 以柔制缸 缸又不会太强了 反过来 以阴去补阳 这个阳也不会过分 而且变成上下挂的中咬 中咬二和五 都是一个阳的居中 以这个缸去折过 以阴去调节阳的过激 这个其实是一个 很好的调节的方法 或者是一个修养 其实大家都看到 下挂、上挂 都是一个坑挂 其实就是我们之前 也跟大家说过 就是一个白唇挂的其中一个 不如又提醒大家 究竟什么是白唇挂 哪个是白唇挂 其实我们说的 六十四挂 都是重挂 重叠 两两双重 你挂我,我挂你 但其中有八个挂是比较特别的 是自己挂自己的 譬如我们说 拳对利阵 信坑近坤 拳搭拳、拳搭对 拳搭利、拳搭震 都是重挂 但它上下挂 是两个双二 两个像是不同的 只有八个挂 就是拳挂 上面再加一个拳挂 这个重挂是一个纯的 上下挂也是一个很纯粹的 就是拳挂 鲲挂一样 下挂上挂 嵌挂下挂上挂 离挂下来上来 而下面的震、信、近对 是一样的原理 上下挂也同一个挂 这个叫唇挂 六十四个挂里面 只有这八个挂 是属于八唇挂 当然它也是属于 虫挂的种类、类别 现在我们说的 这个就是八唇挂里面的 嵌挂 但是嵌挂 我知道在八唇挂里面 有一样特别之处 它唯一有一个名字叫集痕 所以挂词里面 也有一个集痕 这个词语在 集痣 是的 其实我们说八个挂 拳、拳、坑、坑、坑、尼 那些 为什么只有集痕 而没有集拳、没有集坑 其实拳、坑是先的 八个挂、坑是排第三 它的重要性在拳、坑的后面 但是其他为什么我们不叫集拳 不叫集离、集对 是一个坑挂 要用一个杂字去说 原来我们说大过之后 就受之以坑 这个因为坑是一些 凶险、危难 上挂坑、下挂坑 坑已经是代表一些 本来这个是代表一些危机 坑者坑也 根据说话 坑是如果说形势 是坑落了、下坑了 如果说客观环境 地理环境是一个坑坑 坑坑 我们俗称说陷于不宜 陷辱 陷阱也代表坐监、监狱 大过 你做到一些过分的事 必然受到懲罰 这个懲罰可以是法制上的 奴辱之灾 可以是你自己的情感 思维上的陷于一个低潮 或者是陷于自己的困境 这个陷阱是我们这样去理解 它重陷两个陷阱 代表你的危难危险是双重的 陷中还有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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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难中还有困难 原来这个为何要乘呢 乘是重 这个乘字 根据说明解字 这个乘是一个象形文字 是小雀的羽毛 下面是个白字 这个乘是重复学乘 但根据说明 他说乘是素飞也 重语重白 凡乘之熟皆重乘的 就是学乘都重语母 原来小雀初飞 学飞的时候 就要重复演习 我们说这些六畜牛羊马 他在路上走 学初生的牛羊马 猫猫狗狗 他走 脚转转 躲低了 不会跌死 但是穿了 你不重复演习 如果要掌握好飞行的技巧 一飞就跌死了 在树上高 或者崖上高 这个乘是说 我们面对困难危险的时候 要重复去学习 要小心 如何面对危机和险难 其实在困难之中学习 我们才会在那里得到一些经验 和智慧 是的 没错 但是为什么这个卦词 他就说有呼 有呼 我们看看这个坎卦 大家看到了 习坎 说前卦 说什么卦 我们不会加一个习 有呼 为心亨 行有上 呼是信用 我们之前说的呼 是呼众望 符合了人家的要求 也符合了自己的要求 这个呼 在古字来说 是个兵符 是一块玉 比如它咬到两边 对口 是一个信用 比如前线打仗的军队 后援 或者通风报信 我们不够人 要派五尖兵 这个可能是奸细来的 那怎么证明你是后方派来的人呢 反正你叫我去那边 就陷我 大家有个物 信物 一对上 这叫符合 符合 这个是冰符 后来一些人的 譚情算外 分架 大家有个定情信物 一拍就符合了 这个叫呼 呼是代表信用 原来上挂下挂 坎挂是代表危险 这个阻隔危机 这样的困难 但是那上挂下挂 都有个中咬 是个阳咬 阳光 代表中心思想坚定 有信用 答应了你 就算他错的也答应了你 他也照做 有信用 这个叫有呼 叫唯心亨 唯心亨 唯心亨 就是代表一些 在挂词里面 他又说这个信用 行有上二和五 二和五本来是应的 只有两个中咬 但是他有信用 陷挂在地 是水 陷为水 在天是月亮 尼为日 太阳陷为月 原来为何用陷挂 港人的信用 Amy,你看一下 在天 月的阴情圆缺 是很有信用的 月的望索 是吗? 刑规很准时 引伸到 我们也知道潮池 水 潮池的涨退 亦都根据月亮的信旗 这样去涨退 是很守时的 引伸到我们观天道 以察人道 也要学习这种精神 做人要讲信用 坚持你的忠心思想 唯心亨 那你就能够达到一个亨达 通达的景地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 断池如何深化这个挂池的内容 雜坎 重险 上下两个都是坎挂 两个都是险 我们说这个坎挂 是坎振 坎就是坎振 是坎振 重覆险 水流而不凝 水流 羊咬在中间是洞 洞是流 但是羊陷于阴中间 是不凝 将不满 行险而不失其信 虽然两个都是代表这个险 重险 但是因为中间 堅信 手信 呼 所以不失其信 唯心亨 乃以光宗 因为是羊牛居宗 所以行有上 枉有公也 能够成就一些思维的东西 天险不可星也 地险三村幽灵也 王公赤险以守其国 险之时用大耳栽 他在讲三样的险 原来坎挂代表危难险座 有三样 一个叫天险 天险 天险是什么 自然灾害 我们看看 为什么叫天险 这个险挂的上挂 九五是天 我们讲三才 天地人 五同上是天位 这个险挂 属于天的位置 这个是天险 那险怎么看呢 二三四五上 这一样是护到瓶挂 上面是个陷挂 然后二三四是个雷 水雷是个瓶挂 瓶是险难 和水配合到的挂 都是代表险难 阻这些东西 天险 天险是不可悦的 天险是很难去避免 这个阵挂 护到阵挂 这个是阵挂 地险是什么呢 地险我们看这个陷挂 下挂初同二 天地人三才 初二是地的位置 中堯下陷 那个陷挂 那个中堯在地的位置 陷为水 近为山 水是这些水的山穿 近是山丘 这些都是人要攀越的高山 河流的险座 我们经常都讲涉大村 这些是地的险 坑挂又代表这些险难阻隔的东西 另外最难搞就是人的险 但是人险 原来从一个积极的意义来说 亦都代表一些皇宫 即是这些国家领导人 管理家层 是设置一些人为的险座 以保护一个家邦 例如我们看下挂这个险 险是水 水池 近是山 山是山城 我们经常都讲城池 城池 城池 那些皇宫 九五是皇 三是宫 三个位置是宫 他们就设置一些城池 去保护国家 譬如你要攻打我 你要掠我的城池 我的中土 有十个城池 你要逐个攻破我 城和池就是人的险 你握着险要去保护家邦 等于我们抗日的时候 南京失陷了 国民政府迁都去重庆 在山城上高 日本的侵略也打不上去 毛泽东 中华人国和国 他们开国建国的时候 井江山上高 也都走上山城上高 设一些天险人险 对方也打不上去 这是人险 是保护自己面对坑挂的作用 那个象词 Amy 我们说这个象词 它有几个字 比较论尽少少 那个字怎么读 水箭字 这个箭是川流不息 重复地来 两个坑 下坑是水 上坑是水 水不断地川流不息 然后叫集坑 我们说君子以上得行 集教士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君子面对困难 要像水般 川流不息 尽德修业 要学习水的精神 不停不断地去学习 不要放弃 好了 了解了就是这个挂词 断词和掌词 这个时候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和大家介绍的 就是这个咬词 稍后回见 绝对 道教电视频道 道通天地 展现中华文化 发扬道教思想 要重温道通天地 节目内容 可以登入 www.taoist.tv 回到第二节的解读易经 继续和大家介绍的 是砍卦的咬词 老师说 这个初咬是一个阴咬 不是初六 是的 我们看 砍卦已经是两个砍卦重叠 所以我们叫做杂砍 之前我们说 杂因为你要面对一些危险 空险 你要多些去演习 或者是预防等等学习 这个初咬 初六 他说杂砍入于砍砍 或者读砍砍 空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 其实是一个 坎 洞穴 洞穴 就是坎中之坎 坎中之坎 一个深坎 他寓意是危险中 更加危险的地方 那叫做 险中之险 坎中之坎 那个咬词 初六 因为初六 是一个坎的最初 最底部 最底部 它初是阳的位置 它现在柔硬居刚 就在柱下 在下面 上面 初和四 本来是有硬 但是上面的四 亦都是阴硬 阴与阴 这个叫敌 没得硬 它真是 自己已经陷入一个困境里面 而又没有 上高又没有硬 这个在古时 这个坎坎 刚才那个公仔的地 是土炉 犯了罪的人 挖了一些深坎 困在里面 好像监狱 坐监 你预议在坎坎的最底 上面又没有人呼应你 这个很难见天日陷入坎险之中 很难重见天日 所以弃坎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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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坎 下掛的中堯九二是羊堯得中 但失胃的 因為是陰的柔位置 而且上下乘托托和乘坐都是陰堯 羊堯是大 陰堯是小 兩上下都是小人夾擊 這個撼掛的撼險更加面臨困境 所以撼有險 但甚麼是求小得呢 因為他的臂都是陰堯 下面是陸的陰堯 雖然他是兩個小人夾擊 陰堯夾住他 但因為他得中 仍然可以堅持自己的中心思想 自己的行為正當 仍然可以得著想做的事 或者成就 但就不會有大的工業能夠做到出來 因為在陷阱陷地的時候 還有一些小人夾擊 只能求小得 因為他仍是坐著中堯 應該是這樣去理解 那第三堯是陰堯 這次食成在這個險境之中 沒錯 我們看看六三的堯 他的堯詞說 內枝坎坎 險且枕 入於坎坎 物蓉 仲詞亦說內枝坎坎 忠無公 內就是離 枝就是往 即是來往 我們看看六三的堯 這個陰堯在陽的位置 柔堯居剛 又夾於兩個坎掛的中間 又不中又不正 這個危險可想而知 所以又陷陷於險 但這個三堯堯想動 想再去上發展 但又和這個上堯 又不得認 大家都是陰 不得認 又是物用 你做不到大事 或者是發為不到的 所謂這樣說 那他這個第三堯堯 六三堯堯 他說險且枕 枕本來我們說 譬如我們代表子 靜子 睡覺時人 找個枕墊著頭 就去睡覺 休息叫做靜子 他在險的境內 他還想指 為甚麼指 因為原來三、四、五 這三堯堯是互相近 近為指 這個枕是代表指 譬如我們成語說 枕歌代彈 枕歌代彈就是把你的兵器 先放下它 睡醒覺 等天亮再雪 即是靜子了 停止了 那他這個是物用 做不到事 來之陷陷 忠無功 三與五是同功的 我們在《易經》中說的 但是他三本來成 五的大力 中間隔了一個陰堯四 所以成不到 所以忠無功 和上堯的忠 亦是無法認 所以結果都不行了 六三不忠不正 所以忠無功了 到六四這一堯 這堯同樣都是位於兩個坎掛之間 那情況如何呢 沒錯 六四在兩個坎掛中間 和六三有少許不同 因為正如你所說的 六三是不忠不正 但是六四是當位 因為陰堯 居於柔的位置 雖然他都在兩個坎掛之間 處於蟲坎 在牢獄之中 但是他的位置是對的 你看他的堯詞如何說呢 六四 是磚 酒 鬼 易用否 納藥自有 忠無咎 這個磚在古時的禮 有磚有複 因為有複雜的 有簡藥的 酒的下掛 的嵌掛是酒 貴就是我們說的 九大鬼 是古時一些外圓內方的盛器 裝一些酒吃的酒字 藥藥就是陶瓷的瓦 裝酒 裝成的瓦藥 在古代社會 納藥女子自容 自幼 幼是窗戶 古時的女子在窗邊行禮 希望嫁到一個好老公 這個掛我們說 他互到一個鎮掛 二三四是互到鎮掛 我們記得之前說鎮為竹 竹土 祈福 祭禮 那個竹 那個二是口 有酒吃 酒字 他予以用一個祭字的儀式 去表達自己一種恭敬的心態 為甚麼呢 因為六四鎮位於上下掛中間 重險 坐牢 他下面的位置是當 上乘陽鎮九五 以游去乘江 所以叫做江游制 他下面坐著一個乘 德偉就是乘三 上面就是近五 就是乘陽 就秘五 所以他在這個時間 只能夠用自己的 比較恭敬 向上面的君主 是表示一種忠誠 順從的意思 所以即使他在重險 陷入這個牢獄之災 仍然能夠得到這個無咎 這是古代以神去重軍 一種方法手段 避過一些災難兇險 其實他亦都說 民王和宙王時 在游里坐牢 亦是走這個納藥之道 而避免了這個災禍 到九五這一咬 楊咬居崗位 又得宗 那情況又如何呢 這一咬是坎不營 這個字有人讀旗 有人讀紫 寄平 不過我覺得讀旗可能好些 因為他在說地和水的平 旗寄平 無咎 象詞說 小象說 坎不營 中未大延 其實原來下掛的坎是水 九五是全掛的主堯 楊咬居宗得正 尊位的 本來他是在說這個 但是他互了一個近掛 互了一個近掛 三四五互了一個近掛 水流濕 向大地浸滿 遇到山的近掛是阻止 即是說水流濕 水平滿了 他就會停止了 那水為平 根據上書大傳 他說 非水無以准萬里之平 萬里的地 有水浸滿了 就算到水平 所以一般我們說水平水平 現在因為這個中牙羊牙在這裏 整整都是陰的 它的位置很好 但是因為互了一個近掛 它坎中實了 不營水仍未流滿 那為什麼呢 它本來九五這一牙是很好呢 但是為什麼說中未大呢 雖然德中 本來可以成就一個大的工業 但是它下無應 和這個二 大家兩個中牙都是陽光居中 所以就無應 即是說你去衝鋒陷阱 沒有人去呼應你 所以都不能夠成就一些 大的工業或是大的作為等等 到最後一牙 上陸的陰牙代表了什麼呢 整個掛都是說危難 坐牢 上陸去到最窮的地方 其實它的處境比這個初陸 是更危險 都是說坐牢 是用徽墨 滋於蟲擊 三碎不得胸 那個咬詞這樣說 是是菌綁 菌綁 是三條繩扭在一條的 那條繩就叫做徽 兩條扭在一條的就叫做墨 那條繩綁住你 滋於蟲擊 這個滋等於放置你的蟲擊 現在的監獄設防那些 或者用鐵絲網有刺的 來做防範來逃獄 古時就中了蟲擊 把你放在那裡 那你走不了 周禮說如果一些人犯罪 他說這個如果能夠改的 判他三年 上罪三年就寫了 如果不是就是兇的 仗詞說上陸失度,兇三碎 你看上陸已經去到最盡的一窯 兇險就去到最盡 而且陰是坐著羊窯的九五 你看那個處機更加是多危險 這樣叫做失度 失度,而且下無正應 所以他會兇三年 如意的古時人們坐牢 不改就判你三年牢 能夠改就放你出來 這樣的意思 總括來說 一個這麼兇險的撼掛 代表我們怎樣的智慧 整個撼掛就說危險、危機 物極必犯,大過之後就會陷 所以告訴我們高興的時候 就要注意一個危險的道理 面對這個困難的時候 撼掛就告訴我們要注意 盡量避免自己陷入一個撼掛 第二個就是說 危險人生總會面對一些 阻隔危難的事 盡量防患未然、防微導漸 不要令自己陷入一個 萬劫不復的境地 但萬一真是不幸運 陷入一個比較危險的境地 仍然要用柔順 謹慎的心態去面對 這個就是一般我們講的 柔順者和剛強者相處的一種方法 自處的方式 就等於周文王在奏的時候 用一種謙卑、順從的態度去面對 卻之勉於禍、勉於難 最後一點就是當我們真正面對 危險的時候如何處理 正因為面對危險才能夠發揚 人性真正的光輝去面對困難 所以君子處險就要甚麼呢 處險不經、處陷要能夠面對這個困難 團結、善下、一心一意去面對這個困難 逃出一個險境,轉危為安 這個險的使用就大意災了 明白了 可能我們今集的解讀時間已經差不多了 下一次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 道交電視頻道道通天地 由馮迎仙館主辦